这么便宜的腊肉你敢吃吗 那那怎么卖 一斤八十九 太负了啦 那我再给你加一条 一斤八十九 能够少的吗 再给你加一条 十斤八十九 十斤四条 十斤八十九 您自己挑 看差评 刘欣慰 受优态度啊 太险 买了99.8 倒手一包 净含量 五斤 怎么倒在手里 贵了十块啊 这是原来的江苏叫刘欣宇的粉丝 爱宝测的 说到刘欣宇 我告诉你们个好儿子 输入三个笔心 就会下一场笔心 精灵启示 吃中午 电影观众不迷路 兄弟们多谢 先看 佩尔表 他的配料很干净啊 里面只有猪肉和食用盐 这腊肉不都是用盐寻出来的吗 这配料里也怎么没有点盐的成分啊 他的宝接是三个月 产地是五百恩施 又显微 打开先撑个住 看看到底有没有五斤 共两千五百六十克 分量是够的 打开看一下 嗯 4克的一瞬间 我就能明显闻到烟群味 我也仔细闻了 他肥肉部分能闻到明显的腥味 生肉太多了 我特地下蛋了 肥瘦相间那块 一个给你们看一下 他的肥瘦分布是不均匀的 这些块肥肉多 这些块瘦肉多 切成薄片给你们看一下 给你们做一个 我比较拿手的青椒炒腊肉 跟腊肉炒菜 我建议就少放盐 或者就不用放盐了 我一小三花蛋来 兄弟们别误会啊 这是白糖 later 出锅了兄弟们 太咸 尝尝 嗯 烟群味还是挺脑挺正的 他的肥肉感觉加工的 还差点意思 吃起来还觉得油腻 瘦肉的口感有点偏肠 这腊肉炒是先煮过的 但还是挺咸的 这腊肉还有其他谁先吃法 如何评价